一家五口能吃上烤老鼠全靠上辈子积攒的福气 长达五厘米的木刺狠狠地扎进了这位男人脚上 痛得叫妈妈也要忍着 他叫马卡拉 为了能存到十五块人民币用来修补房地 可治好女儿的利己 每天早上五点 比太阳还勤奋的马卡拉 就会肩扛双腹一往无前地走向森林 寻找木材以制成木炭售卖 如果说一天八杯水对于正常人是健康生活 那么手上这桶五升大水则是他活下去的根基 飞沙走时的天气似乎对他并不友好 这样就需要用更大的力气挥舞斧头 然而 马卡拉此时早已死死地盯住了整座山最大的树木 因为他知道 如果今天搞不定他 明天他的女儿就被病痛所搞定 想不到再一次看到鱼公一山的场景会是在非洲 斧头的大小跟树木的轮廓已然不成正比 马卡拉就这样挥舞了三十下才浅浅地开了一个小口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中午 虽然进度完成了一半 但五升大水早已喝完 手中的水是最后的库存 进退两难的局面让他不得不重新思考 随着马卡拉的继续砍伐 这棵树也应生而倒 但工作还没有结束 他还需要将树木砍成若干段才算结束 烈日炎炎的太阳早已把它晒成人干 下午两点 破烂不堪的黄泥砖瓦房里传出了惨不忍睹的叫声 妻子莉迪正在为马卡拉调词 父亲的肩上永远扛着两座大山 一边是家庭另外一边还是家庭 吃完烤老鼠的马卡拉并不会选择休息 而是继续上山 一颗一颗的木材扛到空旷的草地上烧制 搬运的过程受伤也是在所难免 处理的方式也尤为简单 只需拿点树枝涂抹即可 木炭烧制则是采用古老的焖烧法 只需把木头点燃 然后覆盖上泥土隔绝空气 再给这个炭窑挖上几个大洞提供一点氧气 再等上十天八天就烧制完成 看着自己的坟头冒青烟 这怕不是要发的节奏 回到家中 一张鬼话符便是这位一家之主的账本 即使穷得不得再穷 也依然在规划着未来的蓝图 木炭如约而至 缠满绷带的二八大杠早已绵过半百 此时的马卡拉将要拉着木炭 去往五十公里开外的城镇售卖 五百斤的木炭经过数小时的捆绑完成后 就来到了这片土地昼夜温差最大的临界点 白天三十多度 晚上最低二十度 身着风衣的马卡拉就这样推着个自行车奔向黎明 一根带刺的木头成为了保持车身平衡的唯一工具 用手扶着把手 而身体则依靠在木炭上的这种反重力休息方式 也只能让他喘一口气 纵使前路漫漫 依然砥砺前行 每走一步路 后面的脚印都会留下责任二子 饿了就在路上吃个果子 到了晚上困了就随便找个地方烧几根柴火就能睡觉 在这个通往梦想的道路上 永远少不了像马卡拉这样的父亲一起结伴行 有好心人的帮助 也有街头流氓收保护费 两千块的钢狼一块钱都不能少是流氓的底线 哭哭哀求的马卡拉也未能求得他们的可怜 身无分文的他只能被迫让流氓们拿走了一袋美 被杀红眼的他只能忍气吞声 看着不断离去的流氓 心中不甘淡那又能怎样呢 接近八块钱人民币就这样美了 真的想死的心都有 经过九九八十一难 好不容易来到了城镇来到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小姨子 并送上小礼物 这样做的理由也非常简单 他想送儿子来城镇上学受到好的教育 除了让小姨子拖点关系外 以后的日子还需要他照顾一下儿子 这样的父爱总是在不经意间让人感动 看着一排又一排的上学狼 也不知道能不能撑到儿子的毕业典礼 休息片刻后的马卡拉便会前往人来人往的集市中售卖木炭 然而木炭这种东西在这里并没有太大优势 一包三千五钢狼的木炭被大姐硬生生砍到了两千 舌枪纯剑当中透露着马卡拉的种种不爽 即使这样 他依然要跟着舔狗师的不断夸赞大姐 最后两包四千五也是马卡拉能接受的价格 月收入五百人民币可能在我们这里不足挂齿 但这位大姐却能把马卡拉制的服服帖帖 吃哪打哪 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无论收入多少 大家伙都只会跟自己身边的人对比 只要比你收入高你就比我低一等 想要做生意光有体力还不行 还要面对的大妈们的轮番轰炸 虽然卖出了不少 但总感觉哪里亏了 此时的马卡拉真想离开这个重视之地 不管男的女的 上来价格直接砍一半 如果说是附近来的 这个价格还能接受 但马卡拉可是五十公里 想想人力和成本怎么都是亏的 无奈的马卡拉决定拿着手中的钱先去药店给女儿买药 一瓶一千钢琅 不算太贵 紧接着就是家里的房顶了 身处在五金店的他一眼就看中了这块不锈钢板 一块一万一 折合人民币四十块 这么小的板是不足以盖国屋顶 他需要十五块 身上的钱也只够买一块 心灰意冷的他只能继续在路边卖炭 三千五一包不二价是他的底线 命运总是在你绝望中给你希望 身着华丽服饰的小哥一看就是当地的中产阶级 三千五一包全包了是小哥有钱任性的底气 正当马卡拉感受到希望时 现实又狠狠地踩了他一脚 小哥需要他运到施工里开外的小镇 有气无力地他直接表示拒绝 但身体还是很老实的 思考许久还是决定运过去 目光呆滞的眼神是他一贯的特征 一大堆的烦恼也只能靠着这片刻的发呆进行缓解 像马卡拉这样的穷人还有很多 当生活不如一时 他们往往都会参加这种神父机会 通过嘈杂的音乐 神父的演讲让混乱的大脑分不清哪里是真实 哪里是虚假 骗人的把戏其实大家都知道 但一个装睡的人是永远无法叫醒的 哪怕是马卡拉也会来到台上 祈求上帝的拯救 狂欢后的一地鸡毛是马卡拉现在真实的心境 前路该何去何从 无人得知 做什么事